对于喜欢无拘无束的人们来说 1月7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因为昨天是一年一度的地铁无裤子日 你没有听错 那在这一天呢 响应这项活动的人们 他们会不穿裤子 下半身只是穿内裤来乘搭地铁的 这项活动呢 是由美国纽约一个组织 在2002年的时候发起的 目的是为了要鼓励人们 抛开保守思想 尝试新食物 为生活增添乐趣 那一开始第一届的活动呢 其实只有7个人参与 来到现在啊 世界各地有超过60个城市响应了 现在就跟着镜头 去看看这些逗趣的画面 穿着内在美 通过电票闸机等地铁 在车厢里托上一件小短裤 难道这些人不怕被警察抓吗 不要害怕也不要害羞 在这一天身边的人都这样做 为了响应地铁无裤子日 英国伦敦的人们精心打扮来乘搭地铁 完全不用在意他人的眼光 即使不穿裤不穿裙 大家都觉得很自在 因为这项活动的目的很简单 只是要大家抛开保守思想 偶尔搞怪一下 让身边的人会心理笑 你看这位仁兄的这身打扮 就是要提醒你 不要当个严肃无序的上班族 来到地铁无裤子日活动的发源地 美国纽约这里 虽然气温只有零下8度 不过还是有纽约客上半身穿的密布透风 下半身只穿着小短裤来乘搭地铁 而这项从下午3点持续到5点的活动 在全球获得超过1000人响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